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理会的四大家哲观 对我来讲都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主乐 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 我们的步是迈向主乐 但是让我选一个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服务 为什么要选择服务呢 一些资深的会友 或者是新会友 我们人与人之间 是不是要相互服务 体现服务的价值 当我刚加入讲理会的时候 一个资深的会友 他来到我的家里 教我做节目表 教我怎么去上网 当时我什么都不会 我就接任了文教的职务 那些资深的会友来服务我 那我从中学习到 我也要服务他人 这个就是我对服务讲理会 受益于我的 是个人的成长 习惯疫情 很多人无法工作 于是 我从讲理会学习到 怎么去上网 我就无私的 给我的合作店家 培训 结果 我受益的是自己 这个就体现了服务精神 我服务他人 最后受益是自己 运用在我的生活中 以及我的工作中 在讲理会里 我学以致用 也同样运用在讲理会 帮助 服务其他的会友 请不吝点赞